包括有华尔街工作的经验 在整个各地医生之外自己有些什么体会呢 在座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比较proud自己的一点是 我在NP的阶段就已经主动签了 拿了三个office 三个office 全在纽约 纽约都不能低端 所以纽约的房租是不归的 是的 费用的话 能不能稍微再加一加 费用的话 我一个office 在马加仑 一个flashen 一个长导 三个加一起 就是一个月下的一千多块钱的房租 那flashen 这个office 刚刚一开始 刚配和setup fee加到一起 大概也是个一万块钱左右 一万块钱 所以你是有一个seller 比如一次性的 包括装修啊 等一些加进所有seller 一万块钱 然后这个是后面还有玫瑰的意思 对 那为什么 我知道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 要不我就用我 stand in office 就可以 对吧 那你怎么想到自己的office 大家不要被这个事情吓到 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把 应该不会的 其实我当初也是先plug in office 像海文的waiting team 有一个不成功的waiting 就是你当了associate 赚到钱就要开始plug in 所以我第三年的五月份 赚到第一笔钱 六月份就开始每个月五十块钱 plug in到office里面来 那时候我觉得很奢侈 因为我到open特别多 我只要花五十块钱 这个房间就是我一直在入口了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习惯 那后来mahattan的office 我觉得定位置不是很合适 所以我就想出来 其他一个office 那我就在华盛的office里面 先讨问有没有人愿意起 那后来很重要 为我三个人 开了在mahattan的office 这也是我的第一个office 所以在没有office 开office之前 和自己拿了三个office 有这样一个financial commitment 你觉得前后有自己心态上面 有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是很大的 因为经济压力不一样的 每个月有这样一个开销 如果没有这个开销 你觉得我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也在做成立 可是有了这个开销 你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做 我就是在推本 所以一定要推给自己出去 这个主观的东西就强了很多 能不能起来可以 比较近的例子吧 就是前段时间的税改 我觉得这个office是非常能够调动 这个gas的奇迹性 比较容易跟人 但是呢 我虽然或许讲了七百场 各种讲座 昨晚都讲过税 也是很害怕讲这个话题 但很感谢这个our 在Fudasha office 第一个讲的这个office 我当天就是赖着推理 赖着语界全程记下来 然后把这个office拿回去研究了一天 紧接着就在我的mahattan office 办这个讲座 第一场讲座是棒的 觉得效果很好 我帮我办第二场 但是当时几个partner问了一下 大家都没有人能认 所以既然我已经喊出来了 我就要承担 我要把这个房间塞吧 所以想起一切办法 我现场找朋友推荐呀 发朋友圈呀 不种各样的办法都想到了 然后每一天我就把房间塞吧 都是我的概念 然后今天现场呢 我知道也有感会 还是因为听了我的书展的讲座 来到这里的 所以拿到office以后 自己的ownership和自己的练习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还有什么 嗯 我觉得其实 人们在创业初期 之所以不敢投入 就是因为创业的成功率很低 那在我们这个生意的平台上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只要你敢于付出 你就在为你的生意鲁骨天翼 你会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快 好 谢谢路西安 呼 好 好 好